如图将数线上-2和2之间6个等分 评分成6个等分 得到5个等分点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题目是说-2和2之间评分成6个等分 那么-2和2是互为相反数 它的中间的那个点会是0 一个格子总共是6个格子 所以在这个格子会是0 意思是说A3等于0 A3等于0这是OK的 A3等于0 A2在原点的右边这个错 应该是在左边 同学可以看到A2是在A3的左边 A1在原点的左边 没有错 A1在A3的左边 A4在原点的右边 这个也没有错 所以这里错误的是B A3在原点的右边